大盘之K 请来一下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从上个礼拜见到13031 万三的大盘 然后当时我们就提醒您 万三光卡前 没有那么简单正文的 请小心会剧烈震荡 有没有剧烈震荡 然后现在的行 现在的个股几乎是一分天下 两边 创历史新高我们秀一下 2330台积电 创历史新高的台积电 看到了吗 台积电 石高 往下掉 不要轻 没创历史新高 落后的2303 连电 你看连电 落后的有没有 没有历史新高 就算历史新高台积电回了 你看它涨起来了 换句话说 居民请上来 现在的台股 盘面上一两千档的股票 大概只分两类了 创历史新高像台积电一样 落后的像零电一样 请问哦 现在万三光万三的关卡前剧烈震荡 创历史新高 什么的大前提 两个条件 我可以继续抱着它 因为呢 还有办法继续赚 什么样的两大条件 拜托你要出场 sell掉哦 不然你会赚更少 另外落后的 什么前提呢 你可以买进来 或继续抱它 它会让你赚一 赚二 赚三 这样子 Y继续抱它 什么前提 落后股 不好意思 不是说落后股都涨好不好 如果落后股没涨的话 拜托两大条件 你也要卖掉哦 所以今天很简单 麻烦剧名教大家 WXYZ 对这个台北股市来到一万三千点 这个创下历史的新高 这是三十几年来新高 上次应该是我学生时代 12682已经变成历史名词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创历史新高的股票 那我们到底续抱还是出场 另外就落后股票 到底是续抱还是出场 对 先叫这个创历史新高 对 在这里面 我们先来谈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次台北股市 来到一万三千点 那大家去想想看 跟之前这个12682 有什么不一样 上次是涨金融 涨营件资产等等 这一次是涨半导体 完全正确 就像包括台积电 包括联发科 还有一个第二个 我补充哪里不一样 12682操作股票的 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 阿姨啦 伯伯叔叔叔啦 这一次的一三零三一 年轻族群加入一大堆 所以有人在想说什么 浩子里面没有人 这次什么冷冷清清 不对 现在没有人到浩子去操作交易 买卖好了吗 就手机按一按 大家买一大堆 没错 这第二个不一样 这第二个不一样 而且从这个之前涨升的结构 就是七十九年那一次的话 他是涨 我们刚提到金融跟营件资产 对 当时配合是新台币升值 对 可是呢 那个部分来讲 涨的都是内需股 对 可是这次台积电是全球 最近竞争力的晶圆代工 外贸股的最大 对 没错 所以这是结构上不太一样的地方 只有一个相同是台币也在走升 对 台币也在走升 而且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理论上来讲 我们刚提到是电子相对强 所以这时候假设说 弱势的像落后股 像金融传产非常多的落后股 电子股里面有落后股 所以我们讲到金融传产 理论上来讲 从台北股市创新高的结构来看 讲金融传产有点点 他们是虽败也有荣 因为不是他们攻高的嘛 哎呀 居民我听懂了 刚刚居民讲那么多 所以你言下之意是 反正现在最佳男主角就是电子 就算传金是落后的 你也甭想他会有机会啦 机会不大就对了 情况确实是如此 这两类就放在电子身上 对 好来先教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创历史新高 可以续报的这个参考的一些指标 两个条件 对 第一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他是目前是多头的形态 因为既然电子股市最强 当然变成一个多头形态 是很正常 所以均线形成一个多头的排列 所以均线多头排列 就是短天级均线 由上往下这样排 五日 十日 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年线 如果我的股票是涨这样 就是吻合A条件 对 OK 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 就是这次在上个礼拜 有个跳空缺口 如果没有补的话 他代表他是一个相对强势的个股 对啊 多方缺口要向下补 就他回了 没有补就代表强 台积电教学 对 那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这个技术面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们用这个均线多头排列 这个原则上来讲 不用用到五天跟十天 这有点太短 原则上来讲用这个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年线 这是一个多头的排列 麻烦您往左边看 短地均线由上往下排 既然不看短的 那我们来看月 月377.43 有没有高过季329 高过半年315 高过年线302 就是这么简单看 而且是往上 这叫多头排列 条件一 再来 第二个部分来讲 就是缺口的部分 台北这个大盘的部分 已经补掉了 他今天有稍微补一点点 但是比大盘强非常的多 换句话说 如果您的股票也是月线 半年年线都多头排列 往上条件一 前面这个多方缺口 也都没有补的 麻烦您就算创历史新高 不要嫌弃他 还可以续报 没错 好这个W知道了 再来X来往右 那另外一个就是 假设他创历史新高 不过呢 技术面上来讲 有出现这两个状况 那基本上呢 建议可以先做出场 就是周K的技术指标呢 过热 什么叫周K技术指标过热 我们可以用这个KD值 来当作这个技术指标 周的K线 它的技术指标太热了 代表它是一个高档区 每一根棒子是一个礼拜 对 然后下面放周KD 对 就周KD在80 死亡交叉向下 就是周K角度 技术指标过热 对 或者是另外呢 高档区的时候 由法人开始转成卖超 那当然对筹码面来讲 是比较不利 请问这个条件是 E and 2 还是E or 2 E and 2 and 对 所以如果你的股票 有这两个这么糟糕的话 要卖哦 先卖一趟 历史新高 有赚赶快卖 不然会越赚越少 本来赚一百 到时候变成赚五块 就是白铁钢 对 立基教学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立基的部分 那当然这是周K线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呢 80以上代表是过热 超买的讯号 所以目前它这个技术面 是来到这个相对的高档区 可是你看啊 它的KD来看左边 它的KD指标 就算在80以上 可是还在往上走 也还没有死亡交叉 还没有这样子死亡 那也要怕吗 其实80以上都算过热了 80以上其实就随时提高警觉 否则它有时候回檔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等它那个死亡交叉向下 对不一定 如果过热超过80也是一样 而且这是周线 这周线代表是用周线的角度来看 一周一周一周 所以这来到80以上代表整个波段 其实涨非常的多 这个量帮我切成外资 另外还有包括了外资的麦哦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出现 这个上礼拜开始出现大卖 所以这部分来讲 代表筹码的部分开始出现比较凌乱 好 拜托您 手上股票自己检查 现在讲到了WX 回到刚刚那一档利基 也就是呢 如果您手上股票周K 每根棒子是一个礼拜哦 那角度来看 周KD在80以上过热 条件一 条件二 外资油买转卖了 麻烦历史新高 一样要sell掉了哦 接下来落后的 落后不竟然都会涨哦 可是呢 可以续报的条件 对那一样是我们从技术面上来抓 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盘出整理的形态 有做突破的动作 那基本上来讲 代表说后面基本面会变好 所以第一个周KD 周K线突破W的一个形态的颈线 打出底型 类似一个底型的一个形态 另外呢 如果最近公布财报利空不跌 那而且呢 法人正在买超 这个倒是可以留意一下 后续的一个展望 好 创意教学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周K线 这个周K线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形态嘛 那接下来呢 它的颈线其实被突破掉了 就是已经突破颈线 一年半的大跌 对 确实没错 那之前呢 大涨是因为比特币大涨 那后来因为比特币大跌 它就修正嘛 那现在来看 其实随着台积电先进制程的提高 当然创意本身是优先受惠 好 大底 周K的大底 条件一 条件二 条件二 我们回到日线上来看 日线 日线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外资的部分 你看外资基本上是站在买方 对 而且上个礼拜公布第二季的财报 其实表现不好 第二季才赚0.27元 赚那么少结果股价不跌 所以股价已经利空不跌 而且法人站在买超 下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投信的部分 投信 投信你看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就是投信在买超 它最近有调节 但调节不多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有法人买超 那他虽然没有创历史新高 但是我们刚提到周线上已经突破 那这种突破形态的话 倒是可以期待一下 未来有没有机会去挑战历史新高 问您一下咯 观众朋友你知道为什么要看 投信密集买的这个位置点上 当投信买一坨拉股一大堆 往往他买的价格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底盘支撑 他不可能砸石头 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当投信大买 这边是一个股价强撑 所以他先是拉回 就算财报的利空 他也没有跌下去 太赞了 对 没错 所以这部分可以留意 落后股 您可以继续留着的条件 一 利空不跌 条件二 法人站在买方 尤其外资 条件三 刚刚周K角度打出大底 好 这都知道了 最后一个Z来找 落后股 未必一定好 也要卖哦 对 那均线形成一个空头排列 这当然代表是电子是多头排列 它是空头排列 空头排列 刚刚也补充一下 空就所指的 长天级均线由上往下排下去了 大果您就知道了 对 那接下来法人续脉 这个当然代表筹码面也不好 技术面不好 筹码面不好 那这个我们就以这个古王来做举例 大立光交学 好 我们看一下大立光的部分 你看所有的均线是不是盖头反压 年线跟半年线帮我们画一下 年线红色这一条 对 然后半年线这个下来 然后季线啊 这个年线 这个月线已经穿下去了 然后季线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短天线均线在这个地方 条件一 条件一就是技术面是空头排列 第二个是这个外资跟投信 反而都是在卖方 所以这个股价上面来讲 应该会有 可能会持续探底 那所以什么时候把它买回来 就等它有转强的机会 或者基本面后面有改善的机会 那才来做一个买进 目前来看的话 算是电子股里面的弱势股 那一般来讲弱势股的话 我们其实建议先做退场的动作 好 感谢居民超级精彩 谢谢您的时间 长一点大立光 人家说一个市场的king 王 如果不动 台股会好吗 个话说回来 我们这一波的护国神山 靠的是拳王台积电跟联发科 股王大立光 您看如此之弱 所以这个叫不叫落后 当然是落后 因此落后就一定会补账吗 未必 轻调 回到居民的资料 提醒您 因为这一题我今天开始推出来 去民打第一棒 麻烦股票 台股所有所有股票 不外乎这两类 创历史新高或落后的 创历史新高 两大条件可以虚报 两个条件 历史新高 拜托你快卖 不然会越赚越少 落后补账股 未必党党有机会补涨 两大条件才有机会补涨 应该说一二三 三大条件才有机会补涨 所以您抱着可以让您赚 10块20块50块100块赚更多 但这个呢 不好意思它落后 只因为有这两大条件 也没有补涨机会 所以落后补要出场 以上四框帮您归纳结论了 希望有帮助到您了 因为万三关卡 前去列治人道操作 是最困难一件大事情 教会您钓鱼技巧 保护到您 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下一个大主题 您看吧 就像刚刚剧名说的 来到了历史新高附近 你随便买股票吗 社会飞标都会赚吗 哪有这回事 人家说啊 现在呢 就是处在 选股不选市 指数放两旁 各股摆中间 如果你选对好股票 我告诉你 你可能赚更多 可是我如何选对好股票呢 原来主动的 积极的 选好股票的 主动型基金 它的报酬率 它的优势 恐怕比追踪 被动型指数的ETF 还要来得优哦 这什么意思呢 玉堂准备好 告诉您什么叫做 主动型基金的选股